确诊7234万例 美国找中企加单近1亿份新冠测试剂 总金额达112亿 截至北京时间25日遭60左右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超过7234万例 随着自家疫情状况愈发严峻 美国赶紧再找中企加单新冠测试剂 就在1月27日早间 新冠世纪大户久安医疗发布消息称 美国那边又来加单新冠测试剂了 就在前几天 久安医疗发布数据 预测自家在2021年将挣得9亿至12亿元的利润 同比增长270%左右 而在美国驴宇送来订单的情况下 业内认为 这家中企2022年业绩增长 也将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从口罩到疫苗再到测试剂 新冠疫情的爆发 给了众多中国医疗企业在国际六脸的机会 除了久安医疗之外 东方生物家的测试剂产品 也拿到了美国的EUA证书 美国之外 2021年12月 东方生物还出资500万美元 在英国设立了全资子公司艾克生物 按照这家中企的打算 除了新冠测试剂以外 接下来这家分公司将在英国苏格兰地区生产各种呼吸道 刷发道等多种传染病检测试剂 还有配套的高端检测仪器等等 刷发道 刷发道